好 同学们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的这个摄像机了 那么这个摄像机啊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怎么样去进行使用 好 我们呢 接下来看我们的这个课间的效果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找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最后我们完成的一个画面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先预览一下 首先呢 给它一点时间去渲染一下 我们这个整个的画面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能看到 整个的画面呢 这时候在转动 对不对 我们能看到吧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是怎么样去给它做出来的呢 好 那么我们简单的去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到我们的3D摄像机了 好 我们呢 先新建一个全新的画布 大小为1280×720 5秒钟左右的画面 对不对 背景色的话就用一个深灰色就可以了 好 这时候直接去进行一个确定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呢 首先在这个地方输入after effect 对不对 好 把这个字呢 稍微做一些调整 我们不需要用的比较这么粗 这么粗放的这种字体 我们相对来说找到一个比较规则一点的 比如说像这种字体 我就觉得比较喜欢大写小写区分好了 after effect 对不对 那这时候 好 把大小的适当的再去做一些简单的调整 我们这时候把这个呢 往下面稍微调整一下 好 配合文字工具 我们现在用的版本是cc 对不对 cc2015 其实还有呢 对应的版本号是点2的一个版本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时候取消大写件 那么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有我们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文字了呀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说怎么样子把它变成有3D效果的呢 好 我们在这里面呢 直接的加一个摄像机 新建一个camera 找到摄像机 但不好意思 这个摄像机呢 目前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面呢 我们摄像机要想有作用 你必须在这个地方有一个3D的涂层的按钮 好 你单击这个3D涂层的按钮 好 这时候利用摄像机工具 快捷键是c 按一下c可以来回的切换不同的状态 能看到吧 好 那比如说这时候我们来看看 哎 这是不是就是摄像机的一个视角了呀 哎 它是能看到它的各个角度的 所以我们发现一点说 这个呢 它是一个薄片的 涂层是不是一个薄片 没有厚度的一个薄片 看到吧 哎 那么问题就来了 那么我们要想做成 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效果啊 就是整个的搭建一个3D盒子的这种效果 那么如何去进行一个搭建呢 好 这时候就是我们的任务 这个工作中的这个这个一个重点了 好 空缺加选择这个图层 空缺加地多复制几个出来 多复制几个出来 我们的复制一个7到8个左右 好 那么与此同时利用移动工具 然后呢 把最后一个啊 把它呢 选中选中的时候 我们把它往下走 对不对 把它往下走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走的位置比较远了 我们再把它往上面追回来一些啊 再把它往上往上追回来一些 好 有了这样的一个效果之后啊 我们来适合画布啊 啊 这样子的话 我们整个的画面的就比较好了 那么这时候做一个什么工作呢 按键字键选择多个对象啊 选择多个对象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对齐里面啊 有一个窗口里面有一个对齐面板 啊 我们这时候找到我们的对齐 那这时候直接的去进行一次什么 分布就可以了 垂直方向的做一次分布 那么这时候的话 哦 他说 这个3D图层无法分布 那这时候我们先把它3D取消掉 那这时候我们再去做一次分布 哎 我们发现的基本上就比较OK 但是呢 这个呢 还是比较的多啊 还是比较的多 我们先把它呢 按shift的键往上去进行移动啊 按shift的键往上去进行移动啊 好 与此同时再次去做一次分布 我们来看看一定要确保 他们的间距啊 是比较OK的啊 间距是比较OK的一个间距好 选择全部啊 那么这时候整个的效果呢 应该说就比较的啊 棒了 对不对 就比较的OK 好 那么这时候呢 再去同时开启我们的3D按钮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相当于一面墙我就做好了吧 是不是 哎 我就做好了一面墙了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 哎 对 我们讲过合成嵌道的问题 好 比如说这个我要作为正面 正面叫front 或者你用正面来表示 那如果我还要多一个呢 Ctrl加D 对不对 这个用来做什么啊 做侧面或者做右面right 什么就可以了啊 再Ctrl加D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作为Lift啊 直接CtrlLift啊 直接Lift啊 Ctrl加D 那还有一个什么呀 前后那后面叫做bank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个呢 应该说对于大家来说呢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效果 好 我们说啊 像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把他们拼成一个完整的面 那么拼成一个完整的面之前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看他们对应的一个大小是多少 好 所以这时候新建一个全新的画布 是不是啊啊 1280720的呢 这样子的一个画布就可以了 好 这是一个比如说这也是四个面的for 我们直接用for来表示啊 命名的时候注意啊 好 那首先是前面 对不对 我们前面呢 我们给它复制进来 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们在 哦 怪不得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跟之前的有可能有一些撞车了 对不对 这时候不管它啊 这是我们的前面的对象 你看 它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这时候还要做右面的那个 怎么样去做呢 啊 怎么去做 然后也非常的简单 啊 我们这时候把3D开关给它打开 那3D开关给它打开 右面的我们就叫做一个right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个right 把它直接的放进来 一样的是打开这种3D开关 但这个对象啊 现在就要加摄像机了啊 所以在这里面新建一个全新的摄像机 这是总的合成的一个摄像机 那么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面以摄像机视角 那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摄像机啊 我们以摄像机视角去进行一个查看啊 按C多按几次啊 多按几次C 所以你看这样子的话 它两个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都是一模一样 好 我们把其中的right的 要去做一个什么操作呢 做一个旋转 按一下R键 请记住 这里面的旋转的话跟2D的时候不一样 2D的没有三维空间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呢旋转一下啊 看到没有 应该是往负方向 负的多少 负的90度 那么与此同时的话 你可以配合我们的V键 把它呢 往这个地方去进行移动 那么怎么样去控制它的呢 我们呢 我们有注意到啊 它在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位置属性的 其实你把这个呢 往后面啊 直接去进行一个移动啊 把谁呢 把这个对象啊 把这个下面的right的这个对象啊 给它往下面去进行移动 有没有看到 能看到了吧 那么这时候的话 确保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能确保我们的这个对象啊 最后是有交集的 好 继续的切换V V就是我们的这个移动工具了 对不对 把它呢 做一些简单的小的交集 C切换过来 尽量的呢 保持它没有任何的这个缺陷 按V啊 来回的去进行一个切换 好 按C 那这时候呢 多角度的去进行一个查看啊 多角度V 对不对 OK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来 你明白吧 当然其实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右侧 直接来一个右侧视图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的话 你看 它这里面是不是会出现多个画面呢 会不会出现多个画面 这个的话 一看就明白了啊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把 啊 后面的 现在应该到后面了啊 啊 后面的一个对象也是给他拿过来 这后面的对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直接给他移到对应的位置上去就可以了 对不对 移到对应的位置 啊 这时候我们不用摄像机 我们视图的话 切换为右侧的视图 对不对 比较好 那么同时把摄像机切换为左侧的视图 因为这时候我们要看左边的了呀 按一下C键啊 按一下C键啊 直接的呢 去按一下C键好 改为 啊 摄像机视图啊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 慢慢的慢慢的 这个盒子呢 基本上就搭建出来了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把那个谁啊 把我们的lift 对不对 直接的拖进来啊 然后呢 加3D开关 加个3D开关啊 那么这时候一样的要去按一下R键啊 一样的去按一下R键 我们把这个呢 收一下 啊 应该是一个90度的旋转啊 应该是一个90度的旋转 好 旋转一个90度 那这时候按一下V键 所以C键跟V键的是在不断的一个切换过程当中的啊 好 我们来注意啊 这边右侧的三个视图要注意看着啊 好 按Z键把它呢 切过来啊 所以OK 这个盒子呢 基本上就做好了 哎 一个3D的盒子有没有做好 哎 全方位的360度啊 啊 非常棒啊 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把它做好了 好 我们呢 还是切换到一个视图 好 那么按一下C键啊 按一下C键 把它呢 整个的去进行一些简单的调整啊 按一下C键呢 再次做一些缩放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的这个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了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让它做旋转呢 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又是一个比较大的难点 怎么做 我们先把摄像机删掉 这样子它就归零了 对不对 那么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呢 就是重新创建摄像机 好 重新创建一个摄像机 那么这时候重新创建一个空对象 我们把这个空对象的3D按钮给它打开 与此同时把负极关系给到这个空对象 啊 那么这时候你看啊 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按一下二键 选中空对象的二键 那我们这时候在这边做旋转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整个的这个这个盒子啊 有就有在旋转了 能看到吧 但是这时候旋转的中心呢 是在几何中心处 是不是啊 在几何中心处 我们把这个原始开关原始属性开关给它那样展开 所以这时候的话 哎 那这个整个的活动是不是就旋转了 那么接下来要做一个什么工作呢 我们要把这个原始属性关键啊 我们把c键给它那样做一个变化 我要把这个放到这个中心点呢 放到它的几何中心处去 所以这时候的话工作的有一些麻烦啊 怎么办 直接的配合v键啊 直接配合v键给它呢 移到几何尽量的移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画面的几何中心处 对吧 这个的话应该说是还比较好呢 还比较好呢 好 把它放到这个整个的几何中心处来 看一下v键慢慢的移动啊 慢慢的移动啊 看一下c键 哎 这时候差不多了 你看到吧 哎 这时候就差不多了 哎 整个旋转的时候就比较的完美了啊 就比较完美了 好 如果这时候你要去做一个动画的话 我们把角度c的啊 是camera的角度先给它调过来 啊 再按一下c说放 变成这种的 把它往后面去调一调 对不对 按c的话再平移 这种状态下就是平移的啊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做动画的时候 只需要在这个地方按下去啊 那么在这地方 比如说在五秒钟的时候结束 我们加一个多少呢 嗯 加一个三圈吧 加一三圈 好 这时候我们来点击一下播放 所以这时候 我们叫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个3d的一个盒子呢 基本上就被我们简单的去进行一个制度好了 对不对 当然 如果你要想它快一点 你可以把它改到10圈 对不对 加一个动感模糊 总的开关也给它怎么样打开 把所有的动感模糊呢 都给它开起来 那这个工作的话 相对于来说就更方便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这个 摄像机呢 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个地方 因为摄像机整个的话不是很难 对不对 好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学习 我们这一节课呢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节课呢 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好的知识点